像每次我看到質詢 你看那個陳建成的質詢 就跟他講 江哥你問我任何問題 你一問我就說 你外行 你不專業 你不正確 你不科學 對 你說是錯的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不斷的在干擾你 然後到最後你沒辦法 你只有聲音越對越大聲 再不然你叫主席就是暫停時間 後來我就學會了 我就叫主席暫停時間 你不要再插話了 所以因此今天你可以看到 這個政府真的是 說真的可能是覺得 接下來不關他的事了 那就變得非常的傲慢 很好